周旭 今天我們想要快速介紹一下 這些濕行號聲音的遺器和安全性的calation 首先呢,我們先來問一下各位一個問題好了 就是各位對於3C產品應該都非常的熟悉嘛 每個人或多少都有嘛 你的手機都是,你的相機也是 還有你的電腦其實平板也好 或者是桌機也好 其實全部都是,對你電源都愛用 那跟我們這次我們在講的這些聲音儀器呢 有什麼不同? 我問的是不同嗎? 那我先來講一下,我認為他們有哪些東西是類似的 譬如說他們,以現在絕大部分的聲音產品來講 很多都是會用到電的 不管是擷取電訊號,或者是用電訊號來顯示 所以很多東西都知道吃電的 上面我們秀了一些例子 左上角這個,是一個血糖的量測計 它可以測量你現在血糖的量是多少 這個對於那些異道素分泌有問題的糖尿病患者來說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偵測器 因為他們必須要控制血糖的一個狀況 過高或過低的話 對他們的身體可能都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 這個右上角我想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它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我們講了很多的ECG 這個算是一個比較portable的ECG 因為它小小而已 所以它可以帶在身上 就像我現在帶的麥克風一樣 只要貼在人體上面就可以量測到心電圖 左邊這個應該是 這個大家很熟悉的 在其中考考題才出現過而已 反正就是耳聞腔嘛對不對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這應該是一個血壓麥克風機 你可以上面看到這些數字 因為你可以看到198 那個代表是你的動脈裡面的血壓濃度的話 是含了98% OK,Bruffy是這樣子 下面這個呢其實是一個血壓器 測量血壓 所以它上面來講 你可以看到 舒張壓跟收縮壓 然後通常來講 他們也會順便顯示心率 OK 所以這三邊 右邊這邊 這三個數字 一個就是收縮 然後舒張壓 然後再來就是心率 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們或許會接觸到的一些 生理的一些儀器 OK 可能很多人家裡邊都會有個一兩樣 或是一兩三樣之類的 那他們的共同點就是說 他們也都需要吃電 不管是直流電或交流電 然後他會把他的讀數 他的結果 測量的結果 顯示在一些液晶螢幕上面 那 隨著我們液晶螢幕的這個 技術越來越前端 所以你可能可以看到的畫面 會越來越fancy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呢 跟傳統的這些三星產品 其實都看起來還蠻類似的 包含他們購買的方面 也都還蠻方便的 現在很多都有那種醫療器材行 對不對 你隨便進去問一下都會有 價錢呢 維歐也是數千塊到三萬塊 不等看你買下來的這個等級 OK 那到底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應該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嘛 對不對 我們隨便找個同學來幫我們回答一下好不好 來 那邊那位同學 應該要怎麼樣 更精密 更精密 真的更精密嗎 起碼就我來講的話 我覺得現在的smartphone都比他們還精密啊 他使用那個chip的數量其實都是比較高的啊 聲音音器其實他們 如果你將來有機會 那有機會拿到一些太幻的這些產品 你有機會把它拆開來看的話 其實裡面的電路並不會很複雜 晶片也不會很複雜 OK 通常是這樣子啊 通常都沒有很複雜 跟你拆開一個iphone來講的話 裡面的東西應該差蠻多的 所以 精密看你怎麼定義 但是以我來說的話 不一定會成立 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 這個紅色T-shirt的 功能比較 功能比較 功能比較單一 這個東西的功能也蠻單一的啊 這個也是啊 就錄影而已嘛 然後一直拼命的錄影嘛 對不對 開車的時候一直錄影嘛 還有沒有 各位覺得呢 訊號的來源怎麼樣 訊號來源不太一樣 OK 的確好像有點不太一樣哦 左邊這邊的訊號來源都是人嘛 對不對 或是生物嘛 起碼都是這樣子 右邊這個呢不一定 OK 他的訊號來源比較versatile 比較多樣化 還有沒有 來 那邊那一位穿紅色T-shirt的同學 對 你覺得呢 有什麼不一樣 OK 這個同學說 他覺得 聲音儀器上面 所顯示出來的 資訊的量 比較少一點點 OK 的確是這樣子沒有錯 但是 這個也很好理解 因為通常來講 每一個儀器 都有他們想要偵測的目的 所以他有一個特定的目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通常來講 你只是要 收取一個顯示出 你想要顯示的這個特定的生理強度就好 OK 那最複雜的話 大概就像這個吧 新建圖 他需要隨著之間 秀出一個 那個脈搏的那個波形出來 OK 更複雜一點 他可能可以秀出多通道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波形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右邊來講的話 你顯示出來的東西 因為跟你的應用來講的話 可能會有關係 那 在這邊的應用來講 很多都是多樣化的應用 然後都是多媒體的顯示 所以你顯示的東西會比較豐富 一樣 也是 還有沒有其他的 生意義器要比較耐用 生意義器要比較耐用 量率要比較高 OK 好 為什麼 你覺得為什麼他的藥比較耐用 然後量率要比較高 因為 如果量率比較高 很好啊 講得很好 因為生意義器他所提供的資訊 是要讓你有一些醫療使用的參考 他或許會用來當成是你診斷上面的一個information 所以他如果不正確的話 對你的 在後續接受治療或是去接受診斷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可能會造成一些不良的影響 所以他影響程度很大 因此我們對於他的正確率的要求非常高 OK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是偏向正確的 但是其實耐用跟正確是兩件事情 OK 耐用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用一年兩年三年一十年 或者說用個幾千次一萬次都還可以正確操作 那我想 我雖然這兩個有所不同 但是我相信在生意義器上面對這兩個特性 耐用還有正確 這兩個特性其實要求都還蠻高的 很好 那這個部分呢 當然不是說就不要求啦 只是程度上面有差異嘛 對不對 大不了拿到一個非良品的話 就拿去換而已 OK 起碼對你的生活對你的健康 可能不會造成太大的影響 OK 其實問這個問題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其實我最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同學能夠去想一下 到底差異在什麼地方 因為畢竟他們 對我們來說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那他們到底差異在什麼地方 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才知道說接下來如果未來你有機會接觸到一個產品 或是甚至去設計一個產品的時候 你應該注意到的重點是什麼 那我們剛剛其實只是拿生意產品來當成一個比較的模板而已 那事實上很多醫療用的器材或者是耗材裡面 它有很多跟我們日常生活的用品都看起來很像 OK 譬如說 我們看一下 左邊這是什麼 夏天快到了 所以大家可能會吃冰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冰棒中間那根棒子 OK 或是挖的那個勺子 OK 它是怎麼做的 木材做的 木頭做的 右邊這是什麼 它是鴨舌板 一定有用過 應該說你一定 你可能不會自己去用 但是醫生在看診的時候一定用過 因為他需要 一般的嘉醫科的檢查 或是歐歐科的檢查 他需要看你喉嚨的狀況的時候 就需要這個鴨舌板 他才能看得清楚 所以這個消耗量也是很大 因為一個病人一定用一個 OK 他沒有辦法被重複使用 他的那個成分是什麼 也是木頭 OK 那都是木頭啊 那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為什麼這個是當成食品的那個 中間的那個器材 然後這個是醫療用的用途 他們兩個需要有什麼不一樣 才能夠造成這樣子的區分嗎 因為其實他們在外觀 在成分上面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甚至連形狀都有幾分相似 差別在什麼地方呢 對醫療產品來說 其實剛剛有一些同學有提到這個特徵 對所有的醫療產品來說 我們都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用途 這個用途呢 都會跟我們的醫療有關係 不管是檢查或者是治療 它或許會跟某一個環節會有關係 然後呢 你也必須要明確的去定義你的使用對象是誰 是小孩子 是病人 是正常人 或者是哪一個年齡的人 或者是適用的這個範圍是怎麼樣子的 當然那個壓折管的適用範圍非常的廣啊 因為從小孩子到大人其實大家都用同一種 只是在不同的儀器上面 你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適用對象 比如說舉個例子 血壓劑 太小的小孩子使用的應該跟大人就不一樣 所以醫療產品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你要很明確的把這個東西定義出來 還有什麼 通常來講呢 所有的醫療產品 不是通常啦 一定 所有的醫療產品呢 你一定要通過 它所那個相關的認證 或者是檢驗的程序 你才能夠用醫療的產品 這樣子的名稱來做為販售 為什麼 因為就像剛剛有同學說的 這些東西 它的用途 或者它所呈現的這些量測結果 它可能都是跟你的醫療行為有關的 所以使用不大 或是錯誤的使用的話呢 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可能會傷害到某些人的健康 這個某些人包含了使用者 也包含了被使用的那個人 被操作的那個 操作者和被操作者都有可能 OK 所以呢 它一定要經過的一定程度的認證檢驗之後呢 才能夠合法上市 比如說呢 以壓折板 不是壓折板來說的話呢 它的 我們對它的含菌量一定會有嚴格的控制 OK 它一定要經過怎麼樣程序的消毒之後 才能夠拿來使用 因為通常來講 會去看病的 一般來說 應該都是身體已經比較不好 結果你還拿一個 上面沾滿了細菌的牙蛇棒 去看它的喉嚨的話 那這樣豈不是更糟嗎 OK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檢查 應該會更 會比較嚴格才是 那當然呢 不是說冰棒就不用檢查啦 只是說在那個醫療 所有跟醫療相關的用途上面 我們都會做進一步的規範 那也因為有這些規範 所以其實 右邊的這個成本 會比左邊的還要高 高許多 OK 並不是代表 因為我們常會覺得成本 就是那個材料的錢嘛 可是其實不只 包含像認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 一些成本 OK 都是外加的 好 再舉一些例子好了 這個大家很熟悉 每一個人都看過螢幕 現在那個平板電視越來越便宜 那這個大概是 我一兩年前查的資料 所以有點那個 不是現在第一線的產品 不過還算是不錯的規格啦 比如說這個 左邊這個的話 是40吋的這個電視螢幕 OK 那這個在當時的價錢呢 大概是 這樣子 四半美金左右 OK 那Sony已經算是不錯的喔 所以它這個價錢 其實已經算便宜了 我今天有稍微去查一下 最近的價錢 其實也差不了多少 OK Roughby大概是這樣 如果各位最近 剛好有畫明明的話 你可能 對這個價錢 更有 感覺一點點 總之就是 上萬塊 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不會到十萬塊 這個range 來 右邊這台是什麼呢 右邊這台是醫療專用的顯示器 各位知道 以前的醫學影像來說 像X光片這種來講的話 我們照完以後 放射科的醫師怎麼樣子 看你有沒有問題呢 通常是把 照完的片子洗出來 就像以前照相 把照片洗出來一樣 他們也是把片子洗出來 然後放在燈箱上面 透過根呢 他可以去判斷說這個 你的身體的結構到底有不出問題 但是現在來說 我們已經不這麼做了 因為現在的 不管是網路傳輸技術 或者是數位化的技術 或者是 這個 顯示的技術 都已經到達一個水平了 所以 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不太 再把它洗出來了 因為這樣子 效果沒有比較好 而且還很佔空間 所以我們通常來講 在比較大型的地區醫院以上 這樣子scale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都是用數位影像來傳遞的 也就是說你今天照完這張X光之後呢 它自動會存到電腦的 那個醫院的資料庫裡面 那你就可以回到診間 請醫師去點選那個資料庫裡面的內容出來看 所以他是不需要拿著片子到處走的 那醫生要看的時候呢 他通常會使用這個 如果是專業的放射科技師來講的話 他們需要使用這種醫療等級的顯示器來看 那醫療等級的顯示器 跟一般的顯示器 有什麼不一樣呢 大概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齁 尺寸上面來講呢 通常大概就是 跟我們現在桌機的最高的等級 差不了太多 解析度呢 稍微高一點點 OK 然後呢 尺寸的比例呢 一樣 然後呢 亮度啦 和對比來 稍微好一些些 OK Response Time呢 十幾個ms 差不多啦 也沒有到說什麼超級快 其實差不多的range而已 你知道右邊這台要多少錢嗎 都是美金喔 這一台的價錢 跟一台小車的價錢是一樣的 不是小汽車 是小汽車 OK 他那台大概叫四五十萬 各位知道為什麼會這麼貴嗎 因為放射科醫師是專門看這個影像上面的亮度 或是顏色 或者是他的 總之只是這個影像上面灰階上的差別 來決定你今天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其實 除了我剛剛顯示出來的這個spec以外呢 他其實對於亮度的均勻性 要求非常的高 換句話說呢 原本的訊號強度在一模一樣的這個pixel呢 在你畫面中的哪一個位置所顯示出來的亮度 都必須要一模一樣才行 因為他就是靠這個亮度來判斷你今天到底有沒有問題的 OK 那甚至他的可視範圍也要做得非常的好 不能夠因為說今天放射科醫師他的看的角度的差異而造成的錯誤的結果 OK 所以這一台其實價錢非常非常的高 好 來再來 左邊這個 電路實驗可能也用過 現在還有在焊電路嗎 有焊過電路的請舉手一下好不好 OK 很多同學都有焊過 所以你應該對左邊這支電路鐵不陌生吧 電路鐵多少錢 參考價錢差不多啦 不會不會差太多 通常來講就是幾百塊錢 好一點點的功率高一點點 或者那個頭特別細 他要和很細很細的那些節點的 很小的節點可能會貴一點不到上千塊 但是 roughly就是個 range 那電路鐵的工作原理是什麼 其實就是通電 然後讓那個電路鐵尖端的地方呢 產生非常高的熱 然後可以融化我們的焊息嘛 對不對 然後就可以接在那個接點上面 造成結線這樣子 接點 所以其實就是通電加熱這樣子而已 OK 右邊這台是什麼 看起來這個機器比較大 OK 這個其實是手術專用的電燒刀 那電燒刀是什麼呢 它其實工作的原理跟剛剛非常類似 它其實就是在我們的導線上面通電 然後讓局部位置產生高溫 這個高溫呢 它可以用來在我們動手術的時候 我們手術的時候會切到血管 對不對 那切到血管以往就是會一直 腎血出來 或是組織切割的時候 一定會有流血的現象 那電燒刀的好處就是說呢 它在切完以後 它可以幫你做燒酌的動作 OK 所以它可以減緩出血 有效的去控制出血 或甚至說呢 如果你今天是因為 因為長了一些食肉等等 要去做切除的時候 我們都是直接可以用電燒刀來處理 把你的食肉那個部分給清除掉 OK 所以它現在其實已經非常廣泛的 用在現在的手術房裡面了 OK 不過聽完 各位就知道 其實它的工作原理跟電鍋鐵不會差太多 對不對 那只是 當然 人體要用的當然會精密許多 精密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功率 輸出的功率還有輸出的時間 都可以良好的收藥控制 OK 那前端的這個電燒刀的造型呢 也會有一些替換的頭 可以來選擇 然後獲得最好的一個燒酌效果 右邊這兩個多少錢呢 幾萬塊 順便講一件事情 其實台灣的 在做電燒刀的部分 其實還蠻多的 OK 我記得沒有說 我們有一家上市公司 他做電燒刀大概 佔全世界產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 各位可能就不太清楚是什麼 但是這個其實 講的你就知道 他對工作人員其實非常像 OK 聽完你有什麼感想嗎 你想到的可能是這個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的很多跟 價錢有關係的東西 怎麼好像收了一個生意用途以後 價錢就 漲很多 原本幾百塊錢的東西變成幾萬塊 原本幾萬塊的東西變成幾十萬 怎麼差那麼多 我可以跟各位 不是你這樣子想而已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常常會在我們的政策宣導 或新聞裡面提到這個東西 聽到這個東西 認為我們在這個產業上面 很有未來性 因為剛剛的那個 3C產品那一類我們都會做 電動鐵我們會做 對不對 螢幕我們會做 那以技術來講 非常類似 那切入這個市場 應該難度不會那麼高吧 起碼是有一定的基礎在 更何況 我們在第一堂課裡面 就有跟各位介紹過 醫藥器材來講 不管是器材或者是耗材 它的這一個市場 其實是一直在增加的 所以好像可以有一些 破例的空間 OK 但是你上網我們的客人 大概就知道 其實通常都打問號的時候 後面都有一定的問題 OK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感覺上 他們的技術是互通的 OK 但是呢其實 從產品到上市 還有很大的一段路要走 那往往你必須要 真的去結合醫藥上的需求 你才能夠 這個產品才能夠成功 才能夠上市 什麼意思呢 舉個一些簡單的例子 其實從一個產品 到一個成功的醫藥產品之間 OK 它其實還有很多 各位可能看不到的成分 例如說我們剛剛提過的 你必須要通過一些檢驗 通過一些認證以後 你才能夠以醫藥產品的方式上市 因為這個東西是跟人的健康 是有關係的 那這個產品的認證的期 認證期 認證的時間 或者是它的認證成本 會跟它的侵入程度 會有很大的關係 所謂的侵入程度 是對人體的侵入程度 OK 它可能對人體造成了風險 越高的東西 風險越高的產品 它所需要的認證期 就會越長 比如說 今天某大藥廠 產生了做出了一顆藥 它的賢習的這些實驗 包含動物實驗 和人體實驗的時間 可能就長達數年不久 OK 所以可能它的那個 研究成果出來到真正上市 可能中間不需要回國五六年 這是很常見的狀況 那這些時間都是成本 就是你 就是你 距離你賺錢 中間要五六年的時間 你的口袋是空的 你能不能撐了過去 OK 那再來呢 今天就算 開發出了一個產品 也通過認證 那你要怎麼樣 打入醫院這個市場 OK 醫院裡面主要使用者是誰 誰會來決定 要不要用這個產品 應該不是患者 應該通常的這個角色是醫生 那對於醫生來說 我們不是說他守舊 不是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我們換一個角度來說 今天你是一個職業的醫師 請問一下你比較偏好使用那些 在國際上面已經被認可的產品 而且呢 你也使用上面也非常的習慣 還是說今天冒出來 突然冒出來一個產品 他可能是三八里跟你介紹的 然後他也有一樣功能 甚至他的功能可能更fancy 可是問題你沒有使用過 當你要選擇的時候 請問一下你會選擇哪一類 我想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會選擇前者 因為他們每天他們面對的是 病人的健康或甚至是生死 他可能沒有時間讓他做training的動作 這都會影響到他們決定 今天他想要使用哪一種產品 所以你要怎麼樣子 讓你的產品取代過去的這些東西 然後能夠上市 然後能夠被人家接受 這其實都是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還包含你今天賣出去以後呢 不是賣完就結束了 通常來講 新公司最常被人家抱你懷疑的態度 就是說他不知道你可以run多久 出而事的時候 他能找得到的人 幫他做為顧的動作 尤其造價越高的 單價越高的設備 最後這一點越重要 像比如說剛剛我們提到的那一台 醫療專用的顯示信 一台可能就四五十萬台幣 如果今天他壞了 他總要找人修吧 不能說四五十萬就丟到這裡面 對不對 所以服務的合約就很重要 保護期都很重要 那這些通通都是成本 甚至這些的成本 搞不好還比你那個產品的材料費還要貴 這都是有可能的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售價上會差這麼大的原因 所以其實要能夠生產出一個真正成功的產品 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們說這個產業裡面 它是有一些特性的 跟我們一般熟知的3G產業 以此來來好 它其實是比較高風險 而且比較高利潤的 利潤和風險通常都會成正比 對啊 所以也是因為高風險 才會有那麼多人想 應該說也是因為高利潤 才會有那麼多人想要嘗試 只是背後也涵蓋了很多高風險 因為可能你把你的生產的研發成本 全部都投入下去了 可是最後是NUSTING 有可能 那它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相對於3G產品來講的話 它的周期性是很長的 也就是這個產品開發出來之後 它可能可以用個五年十年之類的 不像3G產品 3G產品 3G產品每年通常都會推成出新 iPhone算是很持久了 一兩年才發展一款新的輸落而已 不過我們可以看一下 AXS或AXS的產品線 它大概每一季都會有新的東西出來 也就是我今天做出來的東西 我只能撐90天100天 它可能就已經不是stat of the art 它不是最高級的產品了 可能就會馬上被人家取代 OK 那當你的最高級的產品 只能撐這麼短的時間的時候 你怎麼可能願意花五年十年的時間去 設計這個產品 對不對 這很容易想像 對不對 可是對於藥產品來講 它通常來講 因為它前置的期間 檢驗的期間非常的長 OK 所以一旦設計出來之後 它往往 它的產品出來的週期會比較長 舉個例子來講 像剛剛我們的醫藥產品 我有提到一個耳溫槍 對不對 這耳溫槍大概做的 施戰率最高應該是 德國百零一個牌子的耳溫槍 那個出來了多久了 大概十年有了吧 它也沒有換過 除了包裝放下來以外 裡面的東西也沒有換過 一樣的東西它可以賣十年 而且一樣賣的小小小 有沒有超過十年 我們確定 這可能真的要去查一下 但是我應該蠻確定 它裡面已經出來了十年 因為我之前就已經看過這個東西了 OK 所以 另外來講 它還附帶一個東西說 你必須要提供一下 就是告訴人家 這個醫療資訊是什麼樣子 不是只有給人家一個數字而已 OK 那 當然你今天提供醫療資訊 會跟你的用途 也會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剛剛都一直講醫療用途 但是醫療用途的細分上面 還是有很大的差異 比如說你今天是要來監控 健康的情形 還是醫師要來診斷 你今天發病的狀況 或者是 你今天是要用來做治療 這其實完全都不一樣 那還包含你這個產品的使用者 到底是專業的醫療人員 還是病患本身 還是病患的家屬 所以他是一個正常的人 這也差很多 所以一個好的產品的話 對於他的用途 還有他的使用者 都有很嚴謹的一個意義 OK 所以這樣才能夠被正確的使用 才能夠找到我們的事情 OK 所以這邊先聊一下 讓各位知道一下 其實跟我們 除了各位可以看得到 好像功能很類似一樣以外 它其實還有一些不同的層面的意義 這樣子 所以下次不要再看到 那個醫療上面很貴的時候 就覺得 怎麼這個 這個公司在賺暴利 事實上這個暴利其實也沒有那麼好賺 也只有那幾間公司可以賺暴利 其他的都倒下去 你根本沒有看到而已 好 那 基本上 放了這個 這個圖其實我們過去也都非常 都有 過多過少都有提過 只是我那時候可能是用文字的方塊圖來取代 一般來講一個醫療醫器的話 它的整個結構包含就是前面的Sensor的部分 OK 這個是受制者 那有Sensor的部分 Sensor測量完了之後呢 他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參數可以做調整 然後呢 去擷取這些訊號 然後進一步的做處理 那 訊號擷取完以後 他可能還是有一些debat的功能 比如說他可以 欸 秀出這個現在的結果 讓使用者來看 或者是讓操作人來看之類的 OK 這只是一個 很general一個概念圖 讓各位知道而已 那我們今天的儀器可能是 涵蓋了裡面的所有的部分 或是其中的幾個部分這樣子 好 那我們往往會講到 就是身體訊號非常的敏感 不容易揚色 因為他訊號很少 雜訊相對來講很大 然後呢 來源又很複雜 但是今天其實我們想要的重點 是擺在最後面 可靠性跟安全性 畢竟我們剛好講過嘛 今天的這些量測出來的結果 是要拿來做醫療用的 不管是監測 或者是診斷 或者是診斷或是治療 它其實都有很重要的利益 所以你一定要做出來的東西 一定要可靠 如果今天做出來的數字 人家都不知道對不對的話 或是今天做出來 他們今天做出來的部分一樣的話 那其實 是一件蠻危險的事情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要求是蠻高的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安全性 因為多半使用的人 都在健康上面有一些問題 那如果你今天使用的產品 不但沒辦法給他帶來 一些醫療上的效應 而且還造成了傷害 那其實反而是反系道而行的 所以我們會稍微講一下 那在安全性的部分 我們會專門focus在電性的安全 也就是說今天的 簡單來講 今天的漏電 防漏電的措施沒有做好的時候 如果今天有電流流到你的身體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子的效應 那其實很多的相關的安全的規定 都是由此而發出的 因為它知道怎麼樣子的電流 會對你的身體造成傷害 所以它會把這個規格定到這個 可能會產生傷害的電流以下 這樣才能夠避免使用上的一些 造成的傷害 不過說老實話 我在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今天的課程 我想要帶個快一點點 讓我們有機會 能夠跳到下一個topic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可能想要跳過一下 因為接下來這邊 有一些topic片是要用來介紹一下 我們通常會怎麼樣去 去衡量這個設備的特性 或者它的可靠程度是怎麼樣子 那這部分我覺得就蠻 plank的 所以各位看的話應該都可以知道 頭的內容在寫什麼 所以我們會跳舞比較快 請各位回去自己稍微看一下 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會比較focus在 我剛剛提到電訊安全上面 OK 那規格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大概列了有這幾個 這都可能是在各位的 藝藥產品上面可能會看到的一些 spec 那包括那個 QRC position resolution reproduce Duality Sensibility Linearity Range 還有Evitance等等 OK 那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就先跳過去 各位自己稍微看一下 這個Sensibility 我們過去有提到 大概就是你的一個 Sensor Transformation Function的斜率 斜率越高 代表Sensibility 越好 敏感度越高 OK 那限定程度的話 可能代表 就是跟你的誤差是有關係的 那通常來講 我們對於量測的這個事實 都有一個限定的範圍 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會明確的規定 它的誤差 不能夠超過多少的程度 那這個東西 就是由限定程度來去 可以由限定程度來去說明的 OK 那另外還有可能 有一些Input 或者Output Impudence 等等 那這個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那一個血壓量測器 一樣在我們其中考 其實有出現過 我們說這個可以用來 量測體內的這個動脈的血壓 OK 所以像這樣子的量測器裡面 它就會告訴你說 前面那些我們講的資訊 大概是怎麼樣 比如說它的範圍 OK 還有它壓力最高能夠承載的這個 的部分 這兩個單位 都是Input 都是壓力的單位 只是它們是我們大的意義上的不同 前面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量測的壓力 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才承認是準確的 後面這個是說 你最大壓力其實不能超過 你萬一的管束 因為如果超過 會對你的設備造成 不可回覆性的傷害 比如說 它的整容管理孔會破掉 之類的 OK 所以這個 它們兩個是不一樣的意義 OK 那還包含了這些 resistance 它告訴你說 它每個命令孔數 所會產生的 這個 電位上的差異 各位要記得吧 我們其實是用 行電造成了 String Gauge的電阻改變 然後再透過 電橋的這個 接線 來探除那個 輸出電壓的改變 OK 所以它最後的輸出其實是電壓 它可以告訴你說 它每一個命令孔數 所產生的這個 壓差是多少 OK 就五個mV 這樣子而已 這樣子的一個scale而已 OK 還有非線性程度 這其實 某一個層面 要是代表它的一個 誤差的一個能力這樣子 OK 還有當然 這個可能會用在人體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Defarberator with Stand OK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 在這個人體身上使用的 驅散電擊器的時候 它能夠承載的最高功率是多少 如果超過的話呢 你這個設備可能會被消壞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 在各種不同的這個 醫療器裡面 你應該都可以看到這些採訊 那 前面這幾個slide 這一段其實就是在幫助各位 了解這個上面寫的這些 參數的意義是什麼 好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安全性 尤其是電信的安全性 OK 為什麼要講這個議題 我相信這個議題 在所有的電信系的課程來講 或是工學員的課程來講 應該都是比較少見的 我們很少會去探討到安全性 只不過 事關人命 今天事關健康 不一定是人命 所以我們多多少少要來講一下 safety這個issue OK 使用上面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才能夠避免傷害產生 OK 在統計上面告訴我們 那個醫藥產品的使用上面 所造成的傷害在北美洲的話 美國的話 每年會超過一萬例 以他們的人口來講 可能這個比例不算是特別高 因為他們的人口是兩三億 不過 一萬例來說 以數字來說 其實也是不低的 那代表背後可能是 有一萬個人 可能會受傷或甚至更多 因為每一件事件裡面 受傷的人可能會是超過一個人 OK 所以其實還是要小心 另外呢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因為使用者或是操作人員 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些 身體上面已經有缺陷 或是不健康 或是生病的一個狀態 所以 呃 面對這個傷害 他可能會有更嚴重的後果 比各位這種身體健康的人 比起來 他可能受傷會更多就是 那我們常常會講到這個東西 有一個東西叫 諾菲地 不知道各位還知道是什麼 看一下它的原文 OK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說 只要是那些 發生機率不為零的東西 它都有可能會發生 OK 而且呢 通常在實力裡面 它終究是會發生 即便這個狀況很少 很少很少 那以醫療設備來講呢 我們就是要為這個 很想很想很想很 不太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去做防備 因為它真的有可能會產生 OK 尤其呢 對於絕大部分的 在使用的儀器 不管是3C強甜藥 或者是生理設備 生理儀器也好 就大部分人 只要它會用的話 通常你不會去看 那個 使用手冊怎麼寫 對不對 你今天買來的電腦 你就看嗎 不會嘛 對不對 你今天買了一個 無論槍 你會去把它的使用手冊 翻出來看嗎 其實也不會 都是一樣 只要你確定了 哪些功能鍵 要怎麼辦就好了 那往往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特別容易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我們卻沒有辦法 去正確地去避免 這樣子的可能性發生 所以其實在那個 產品的設計上 會特別的重要 因為我們的使用者 習慣是這樣 所以我們要特別去 注意一下 有沒有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說 我們在這堂課程裡 因為我們想要focus 是在這個電流的部分 也就是說 那麼多一些 全部都吃電 對不對 然後你又把它 離得身體那麼近 不是貼上去 就是伸進去之類的 那這樣子 萬一產生漏電的時候 對人體會不會有影響 OK 那我們知道電的型態來講的話 可能是電壓 我們說這個電源的型態來講 可能是電壓源 或是電油源 OK 那基本上它就是 有一個關係式 這樣 它跟電子是有一個關係式的 但是以人體來說的話 對人體實質造成影響來說的話 其實是電流 因為電流其實就是 電核的移動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在用體裡面 我們就是靠電核的移動 來去創造神經衝動 或是創造肌肉收縮這樣子的現象 OK 所以如果你在人體裡面 產生了電核的移動 比如電流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side effect產生 比如說如果今天這個電流 有一個到的感覺神經的話 那它可能就會創造出一個訊息 就是感覺到了什麼東西 比如說痛 比如說癢之類的 OK 那如果說這個電流傳遞到你的肌肉身上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 相對於那個局部位置肌肉的收縮 骨骼的收縮 或甚至心臟肌肉的收縮 那這可能都會造成一些 你不想要的一些生理的效力 OK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看一下這些事情 OK 那假設今天 人體的兩點接觸了不同的電壓 壓插是delta V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它就會產生一個電流 電流的大小呢 會跟這兩點之間的等效組 它沒有關係 那我們過去都講過呢 等效組 現在接觸點通常是在體表 不是稍微 但是通常還講是在體表 那在整個接觸的兩點之間的話 就包含體表皮膚的部分 有些體內這些肌肉絕肌組織 或是神經系統這些東西 那以一般來說 裡面的體內的東西 體內的組織裡面 它的含水量滿高 都是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所以它的導電性其實是滿好的 它的等效電子通常只有幾十歐歐到幾百歐歐而已 可是呢 相對於這些組織呢 皮膚因為它的含水量比較低 因為是表皮的細胞的部分 表皮組織的部分 它裡面含有多半 它組織的多半是死去的細胞 然後有一些那個角色跟一些產生這樣子 所以它的組織呢 相對來說是比較大的 OK 所以其實皮膚對我們來講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毒素的話 你這樣通過去的電流就是很強的 但是因為有毒素的關係 所以它的電流 整體的電流才不會那麼強 真正通過子內的電流才不會那麼強 OK 因為D 等下來D會稍微比較大一點點 好 這一個這件事情可以引申一下 包含呢 它可以告訴我們兩件事 第一個如果接觸點不是你的皮膚的時候 通常效果會比較嚴重 也就是你觸電的現象是從體內引起的時候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要裝一個人工導管 新導管的時候 OK 那你的肉片是從那個地方進去的 OK 或者是你要照胃鏡 或是其他的這些內性性的時候 你的contact bone可能是在裡面的地方的時候 那 它的等效主抗會降很多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你產生的電流就會比較大 對你身體造成影響可能就會比較大 OK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 我們這邊自己看的是等效主抗 對不對 那 整個通電的回應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看成很多部分的串連 從皮膚到肌肉到血管那什麼的 整個整體的串連 對不對 那 我們也知道其實 油阻抗代表態一定會有一些熱能的損耗 電流流供序有什麼可能那邊有公路的消耗 對不對 風力的消耗通常都會以熱來表示 那通常來講 串連電路裡面電子越高的 它所消耗的能量就是越高 沒錯吧 好 因為你消耗能量是跨壓乘上電流的大小 那跨壓又等於電流乘上 等效電子的大小 OK 所以當你的電子越高的時候 你消耗能量其實是越高了 也就是說 你這樣子流過去 其實你的皮膚會要承受最高的熱能 所以在嚴重的狀況之下 你的皮膚可能會有消耗的現象 OK 好 所以Ruffrey大概有這樣子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今天如果在體內產生了這些額外變流 面流變的關係 有變流流入我們的身體的話呢 它會有什麼樣的現象呢 從電流的小到大的話可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我們來看一下可能會有哪些東西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的神經系統 和肌肉的這個 體質呢 都極度的養帶變訊號 來做為刺激的產地 以及運動的產生 所以呢 如果這些變流呢 流過了我們的神經 或流過我們的肌肉這些 Exactable cells 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 原本它們要產生的動作 譬如說傳遺感覺 譬如說肌肉收縮 OK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說觸電的時候 你會覺得痛 你會覺得癢 或是覺得有一些其他的感覺 OK 你 並不是去 就是 你不是真的拿一個石頭砸自己的腳 但是你還是覺得痛 那是因為你的痛覺神經 可能被騎乏了 好 OK 那當你的電流更高一點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造成我們剛剛所說的現象 或是加熱的現象 好 嗯 其實應該這樣子說 我們剛剛說 只要電流流過去的時候 都會產生熱門的小寶物 都會產生熱門 只是呢 這電流很小的時候呢 產生的熱門不是太多 當然產生不是太多的熱門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人體會自動把它做 排除的動作 因為人體是很難動的 它發現你的有局部的熱量太多的時候 它比如說它可能會讓人的微水管擴張 然後把這個熱門散出全能 只是呢 當你的電流更高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 把這個熱門給排散 所以它可能就會 hit up 就會加熱了這樣子的現象 然後呢 我們知道人體大部分的那個質素 是蛋白質構成的 所以它加熱到了某一個程度 四十五度以上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產生變性 你肌肉組織這些東西就會被破壞掉 OK 所以hitting其實對生物來講 是很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很很嚴重的東西 很嚴重的東西 很嚴重的東西 再來更更強烈的時候 電磁壓力對流流過去的時候 可能會甚至產生燒脫的現象 我們剛剛說的 那這燒脫的現象 尤其容易在皮膚的表面產生 組織的內部也有可能會產生 OK 那燒脫的現象其實 這跟我們剛剛提到的電燒刀 有一點點像 只是電燒刀其實是在我們想要的狀態之下 幫助我們做止血恢復傷口 變成傷口癒合的 但是比今天如果是觸電所產生的燒刀 它可能發生在任何的位置 尤其是接觸點的地方 皮膚的接觸點的地方 通常會有很嚴重的燒刀傷 所以我們常常在卡諾漫畫裡 你會看到那個貝雷巨大流 身體就變黑了 不是沒有原因的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 通過非常非常強的電流 因為閃電的話 它所帶來的電位差是非常強的 所以在瞬間它可能會把你的皮膚整個都燒焦掉 OK 比較不幸的狀況 還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再來細講 就是在不同的電流下 會有怎樣的效果 我們先試一下